谁也没想到,深受观众喜爱的跳水冠军全红蝉,他在全省最差的训练场地训练,又是广东队里最差的家境,还是全队最小的年龄。 为什么还能如此优秀,成为奥运冠军呢? 很多人都说他是天才,他七岁开始训练跳水,十四岁就入选了国家队,在国家队待了七个月,他直接上了奥运会,在此期间没有参加过任何大型的国际比赛。 如果不是因为东京奥运会推迟了,他的年龄根本就不足以参加奥运会,但是不仅参加了,还拿了冠军,还打破了世界纪录。 这次亚运会不光拿到了两块金牌,十米台比赛其中一跳居然七个评委全部给了满分,就连前辈郭晶晶忍不住羡慕他。 小泉跳了三个满分,我觉得我都很羡慕了,我跳了二十年水,我也没跳过这么多满分。 很多人说他是天降紫威星,是下一个跳水皇后。 有一次记者采访他,你为什么这么想赢? 全红蝉出生在广东湛江的一个农村家庭。 妈妈出过一次车祸,三次住院,他们家是靠着政府补助一路走过来的。 妈妈到现在还在治疗,需要花大笔的钱,所以全红蝉就特别努力地训练。 他们教练还透露过一个细节,说他一天完成过四百多次跳水训练,头发都被水给泡黄了。 十四岁人家孩子就在训练奥运冠军,而咱们家孩子在偷偷玩手机,真的是天差地别。 有一次他爸爸劝他别那么有压力,说你就听教练的,教练教你怎么练你就怎么练,不要那么的不要命。 而全红蝉只是对着爸爸微微一笑,继续刻苦地训练。 家人们,这么优秀还有孝心的全红蝉你喜欢吗?